那一天錄影的時候 確實有點地氣啊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噎我 對對 憲哥都你拿啦 二女兒都懷孕 她剛剛幾個月而已 換場報國好厲害耶 因為他們看了這個 爸爸媽媽有這麼多兄弟姐妹給他們 爸爸給你們最好的禮物就是 兄弟姐妹 今天看到很多很多傑出的高中生 他們可能唯一的遺憾就是 兄弟姐妹很少 我隨便問一下 欸 家裡有超過三個兄弟姐妹的舉手 一個 你們會不會覺得 爸爸媽媽給你們最好的禮物 應該就是兄弟姐妹 啊啊啊 你變靜默耶 孫子還是孫女 欸 等兩個人都一男一女 Sandy跟那個Vivian都是 Sandy是女兒啊 對 然後那個Vivian是女兒 Vivian第一胎是女兒 第二胎是兒子 好厲害耶 開心啊 對啊 對 今天剛剛就感恩了 有白話沒到 哎呀 這裡都沒拿到 哎呀 什麼沒拿到 如果真要算的話 還要找我很多錢吧 哈哈 那天晚上很大沒有錄 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那天錄影的時候 確實有點低氣啊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約我 對對 憲哥都你拿啦 怎麼樣 我說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 在行當裡面 服務那麼久的時間 那你心中沒有得失 對 心裡面沒有沒有太多的得失 那今年也稍微比較寂寞一點 因為往年啊 都還有黃紫嬌在那辦罪 對啊 啊現在 突然間 台灣的藝能界 就少了很多人 綜藝圈就少了很多人 我本來就想說 啊爸爸能 可不可以不要去 女兒 嗯 今年我主持 然後你在那裡 你要不要去 哼 然後就 對 你趕不去嘛 對 我還去啦 陪那個漢典 露露他們 那個那個 走一下星光大道 你要走星光大道 你以前都敢壓軸 到別裡耶 我現在是暫時宣章安排啦 對啦 如果時間真的可以 我就 特別特別陪他們去走一下 我也跟那個 KID 還有跟 坤達 跟大達他們兩個人 安慰了一下 我說很簡單這件事 我們特別要犯求足跡 因為節目久了就老態 老了就疲態 疲了就會淘汰 最後問憲哥 只是比今天那個法人權判死刑的部分 嗯嗯 合憲 因為他說基於人權角度嘛 死刑犯 他有一個巨大的問題 他是首先 侵害了人權的人 你不顧別人的人權 比如你是殺死的人啊 或者做一些 至於要判到死刑的地步 你一定是非常重大的嘛 那你一定傷害到別人的人權 然後再由眾人來維護你的人權 奇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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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